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或许都把鱼嘴给刺烂八字 环和鱼勾往往容易让人疏忽 尤其是八字环 仿佛都差不多 但是小编层就救出过亏 八字环下面的一个圈整个不见了 也便是说八字环完全从中间刻旋转的地方断了 这种状况固然我只遇到一次 但绝不想八字第二次 回家之后立即把全部主线的八字 环全换了一遍 小钩能上大鱼 大钩也能钓到小鱼 只是哪种更合适的问题 关键是鱼钩的强度 不管仙祖大小怎样 鱼钩尽量买好点的 别钓到大鱼 仙祖好好的 反而是鱼钩被拉直或许拉开了 那就十分为难了 跑鱼最多的时候就是在我们踢肝的时辰了 新手钓友经常会在这时出现跑鱼景象 准确的踢肝力度不能过大和过小 踢肝过大容易给鱼形成激烈的痛苦感而冒死逃跑 很大能够会跑鱼 踢肝过小的话 会使鱼钩无法刺透鱼嘴 只是挂到鱼嘴的边缘 这时鱼儿只需挣扎 就很容易跑鱼了